說說政節 我們現在是晚上7點11分 我們剛好在上班 我們是保全 我們這邊是一個 新北市 新店區 一個社區 他是地下行車場 我們是在上班時間 我們今天剛好來說一下政節 政節的事情 昨天我剛收到新聞 上大一班 剛好休假 收到新聞的時候 判斷是台北是不是發生 跟昆明 前段時間中央大陸昆明殺人 的事情一樣 因為他的手法是蠻類似 用刀砍人 那時候是維武族人一種抗議的行為 他們認為他們被 中國北京政權欺負 所以維武族人 非常喜歡用激烈的手段 表示抗爭 在新疆去打人 去把警察派出所炸掉 所以習近平說 是要用尖刀跟拳頭 對準 對準威武的主人 他們基本上是種族衝突 非常非常難處 然後政節這事情 當我們直接上面是 這方面的問題 我直接判斷是錯誤的 但是政節它是 心理上面的問題 人類都是非常有情緒 人類殺人起來 例子上面看起來 就像羅素講的 例子上面 人類是非常不理性 在戰場中殺人 人家殺到死的 是被鼓勵的行為 那政節這樣是 對平民施暴 對平民施暴 在各國戰爭史上面 是時常見到 所以羅素他們 控告人類 人類是非常罪惡 尤其是人類有集體 有集體 殺人的傾向 維吾爾族的例子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北京政權他們的政策 跟維吾爾族人 產生非常大的衝突 所以會用殺人 維吾爾族人會殺人 然後中國的武警也會殺人 那最有名的就是 六四千安門的 毒殺事件 就是北京政權幾乎是 用坦克車機槍 就跟政捷一樣 對沒有武裝的 學生 進行毒殺 所以這個事情 北京政權 一點 道歉的味道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說 人類 尤其是集體作惡 尤其是政權作惡 比政捷殺人更恐怖 我們在這邊 六四天安門的群序 我們還是再次的 向北京政權 提出抗議 我們當時就向習近平 提出抗議 五四五濟新保全 我們在台灣 當時我這樣 向北京政權抗議 抗議他們 六四天安門殺人 已經殺了25年 還不肯道歉 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政捷他是 坦然面對 他殺人 不像北京政權 他們連說六四天安門殺人 他們都否定 否定說六四天安門 他們有殺過人 所以這是更厲害的說謊 所以比政捷更不可原諒 政捷他還自己 說自己在捷運上面殺人 殺江子翠 從龍山市站 殺江子翠站 一方面我們也要向台灣的政府 馬英九政府抗議 我特別到龍山市去看了一下 好久沒有去 龍山市旁邊幾乎是遊民 晚上沒有地方去的人 拿著布蓋在那邊睡覺 下大雨 有多可憐啊 比如說去華西街那一帶看 看看那些茶室的女人有多可憐 所以他這個整個社會 貧富軍的情況 任何人看的都是很難過 說說台灣怎麼會變這個樣子 貧富之間差距就很大 所以我們再次也要向台灣的馬英九政府 提出鄭重的抗議 我是吳季昕